要講料理桌的收納 可以先把鋁板的這四個配件拿下來 然後收納的鋁板 好,第二個 這個燈糕這裡的箭頭 箭頭對箭頭往上拔 然後珠珠拔掉 燈糕收回去原來的地方 先放置在旁邊 接下來收到你的吊架 好,拔掉你的桌板 然後桌板這部分 原本的暗可以把它做off 然後接下來拔掉你的黑網 接下來的關節要注意 這個關節要把它拔掉 好,再換這邊的關節 先由上,拉到外側 彈進來 由上,拉到外側 彈進來 這邊的話 可以先這樣抓 這邊的話,大拇指 扶著這 壓著這彈片 好,往下壓 在收納廚房的時候 其實都不用處理 它會有一個順向的結構 油內、油內 壓著 就自動合回來 接下來的收納 這兩個燈出配件 它的置放位置是在這裡 然後燈鉤放到平順的位置 好,放到我們的收納殼裡 好,放到我們的收納殼裡 好,這個配件是放在前側的位置 然後它還會有兩根橫桿 來 示範在這個位置 然後放上黑網 這樣扣起 鎖軟就收納完成 然後因為原廠的外帶很薄 加龍額外做一個加厚的外帶 是含在套裝裡面 就可以用姜王的外帶把它撞起 就可以用姜王的外帶把它撞起 那廚房的收納做完 完成了